左边是清洗之前的样子 右边是清洗之后的样子 哈啰 今天你好吗 我是走人之士 让我来帮助你整理收纳和清晰 别让周遭老环境 内心的平静 今天一开始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家里的所有水龙头当中 哪一个最可怜 家里的所有水龙头当中 哪一个最可怜 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可怜是 装在阳台那一个 因为它必须要经历 风吹 日晒 雨淋 那如果没有被定期的清洗的话 不小心被锈死掉了 甚至上面长了一颗一颗绿色点点 这下就大事大了 到底该怎么清洗才能够 特地的清洗干净呢 对了 在影片开始之前 别忘了先订阅 按赞和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那在教大家清洗之前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 就是这个水龙头上面这些 锈斑 黑点 绿色点点 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因为在整个家里当中 阳台它是属于一个开放的空间 它可以直接跟外面的空气做对流 当风吹过来的时候 空气当中夹杂了灰尘 还有许多的脏污 那如果它掉落在水龙头上面的时候 长久下来呢 它会形成一点一点的锈斑 如果你已经发现有这样的清洗的时候 你还不赶快去清洗它的话 那这下会更麻烦哦 因为这些脏污 会完全的咬死在你的水龙头上面 当你想清的时候啊 再也清不掉了 今天需要的材料有 菜瓜布 纱布 保鲜膜 番茄酱 第一步 先评估锈死面积 再倒出番茄酱 好 一开始先评估锈死的面积 再决定要倒出多少的番茄酱 像透过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只水龙头呢 它锈死非常严重 整只水龙头都被锈死了 上面遍布了很多绿色的番茄 所以待会我倒出来的番茄酱的量 就会比较多一点 好 现在把纱布拿出来 再上方倒上番茄酱 倒的时候来尽量倒多一点 第二步 在锈死处敷上番茄酱 现在番茄酱已经倒出来了 那为什么要倒在纱布上面呢 因为番茄酱它是液体的 如果你要直接倒在水龙头上面 它很容易滑下来 会滴的到处都是 那我们就这样子直接把它贴上去 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里就是不够均匀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再挤一些番茄酱 把它整个涂在水龙头上面 感觉就像你在敷面膜一样 要厚厚的一层哦 涂在水龙头上 感觉就像你在敷面膜一样 要厚厚的一层哦 像侧边这里涂都还不够均匀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再帮它加一点 番茄酱在这个沙布上面 然后呢就直接这样把它戴上去 它就可以整个涂抹在水龙头上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水龙上面这里 是不是没有盖到纱布 我一样再准备一块纱布 上面也涂抹着番茄酱 我就由上面把它包覆起来 其实你要确认哦 每一个地方呢 都有完整的裹上厚厚的番茄酱 那后面这里也有 我们也把它涂上番茄酱 第三步 包上保鲜膜 等待两小时 把保鲜膜拿出来 先裁切需要的保鲜膜大小 接着呢把有涂上番茄酱的区域呢 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 用保鲜膜包起来啊 可以增加保湿 预防番茄酱的干掉 接下来我们要等待两个小时 第四步 用菜瓜布刷洗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把保鲜膜还有筛布给拆下来 接着把菜瓜布拿出来 用的是蓝绿色的这一面 而不是海绵这一面哦 不要用错了 然后用菜瓜布 直接在水龙头表面上面刷洗就可以了 就像这样子 以画圈的方式来刷洗 那后方这里也不要忘了 也要一起刷 然后呢我们要把水打开 用水再把表面好好的给清一次 水不要开太大 就这样小小的 就可以开始这样刷 把刚刚填的在上面还没有刷洗下来的 这些污垢 还有番茄酱 都再刷一次 那番茄酱怎么可以用来清洗锈斑呢 因为番茄酱里面含有铁离子 所以呢我们是借用 氧化还原的作用 来清除这些铁锈 假如家里有生锈的铁钉 用刚刚我教你的方法 一样可以轻松的把上面的铁锈给去除掉哦 左边是清洗之前的样子 右边是清洗之后的样子 现在清洗干净之后 原来这个水龙头 真正的颜色居然是黄色的 刚刚还没清洗之前呢 上面就是满满的铁锈 还有绿色的点点 完全看不出来这个水龙头 到底真正的颜色是什么 现在清洗干净哦 完成发 liqu闫铁钰 今 van可以帮你介绍了 感谢观看